鐵門拉下一半 裡頭燈光昏暗桌椅都還在 兩三位餐廳人員 正在做最後清場 韓社餐飲品牌韓社樂樂宣 5月31號正式協業 這支餐只提供到 10月31日沒錯 它在今年1月1號 開到5月31日 是以減餐行事去販售 另外開在同層的韓社樂廚 也拆下招牌 集團正式兩家管外店 上月底收攤 看展才用餐 或是因為他們要談 在那邊其實成交的機會 都是有特定的目的 通常不會在那個地方 直接就就餐 韓社餐飲館外店 席燈飛首例 太喜歡微風店 太雪餐廳陸續收吊後 今年初韓社樂廚 樂樂宣合併 到5月31號正式歇業 今天的餐點請賣用 謝謝 還有雅度立志 旗下中餐品牌 2014年在信一百貨開分店 不到三年收吊 法式料理店 以及餅乾三家分店 也以足月到期為由結束 年底的一粒一休 人粒的調度 出現了很大的一個困難 然後再者呢 我覺得是整個的 消費力下降了 所以與其租下來 養變了文字館 不如就是及早 斷尾求生 我喜歡去原店 因為我覺得 至少它的品質 什麼都是有保證 民眾消費變保守 廣灣店生意不如前 國賓飯店推出的 漢堡店不到兩年也結束 2017年更已結束 部分廣外失業和副牌 前三季營收 因此年減 百分之三點八 服務業的競爭方面來講 的確是相當相當的 越來越相信的困難 加上現在其實少子的話 也在相對的影響當中 所以這整個狀況 我們也很希望可以提出一些 有效的經營策略 景氣插五星光環失效 各大飯店紛紛收掉 決定鎖小戰場 回歸飯店本業 切銷站網站與台報道